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庆知名专业的在线婚恋教育平台 他们是在凡人游戏节目中人士的 第一次见面都彼此欣赏对方 他们已经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他们是在凡人游戏 祝此第一次活动中人士的 已经结婚了 感谢凡人游戏 他们现在在一起很幸福 凡人游戏官方在线婚恋平台上线了 九年口碑积累 拒绝婚恋陷阱 拒绝虚假信息 十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 在线互动80%匹配度 总有一个适合你 9月14号前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凡人游相亲会注册会员 立即送你价值368元 VIP会员 免费体验一个月 独享五大婚恋特权 总有一项能帮到你 体验名额仅限500 拖打8805 8805 报名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在重庆 想脱单的你 不要再犹豫 立刻加入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游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8805 8805 凡人游喜我们等你 她过去是西部航空的 空中安全员 收入颇丰 安全员的时候 工作收入比较稳当 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 都是以物质上的需求 来满足她 最贵的两三万 我都不在乎 如今却从零开始创业 你有存款吗 存款吗 自己的钱给掏空了吗 可以这样理解吧 那得用多少钱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这巨大的转折 年少无知吧 我估计犯个错误吧 追求女孩子花了十几万 那你父母知道吗 相信现场 她又为何洗起了盘子 完成任务是完成了 总共是五框 这个体会的话 我觉得一个字 爽 女嘉宾究竟是考验 还是故意刁难 目前为止是本 一百分你只给她十分啊 对 因为我觉得她上升的空间 还很大很大 现在我们的女嘉宾 总是出其不应 她会如何证明自己 我相信自己 接下来会做得越来越好 还有最终 会不会被她打动 凡人游喜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考争取 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相亲特派袁冰田 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男女嘉宾 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 热线电话8805 8805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虫草清费胶囊队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求婷可 董婷可 气喘 凶们用虫草清费胶囊 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呢 他曾经在西部航空 是一位空中安全员 那他也是毅然地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现在呢 是正在创业的一个阶段 那这位男生呢 他希望找一个不物质的女生 和他一起来奋斗 那这位男嘉宾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张黎 今年29岁 身高1米73 现在从事的职业是自己创业 月收入8000左右 本期这位男嘉宾张黎 29岁 身高1米73 自己创业 月收入8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在生活上 我是属于一个软男型 心比较软 过去的工作经历 之前在航空公司做过安全员 当时在西部航空 当安全员的时候 工作收入比较稳当 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 都是以物质上的需求来满足她 就比如说买项链 戒指 最贵的两三万 我都不在乎 我的感情经历 追求的女生比较多 花钱也不少 追求的是空姐 当时这个女孩子太现实 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渐渐变得成熟起来 不应该是在物质上满足 因为我觉得跟这样的女孩子 爱情不会长久下去 我现在想找一个 心地一定要善良 为人处事要大方 孝敬父母 性格方面 要温柔 体贴 脾气要好 最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她 是一个不物质的女孩 各位观众掌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听了男嘉宾的一番自述 我还是觉得男嘉宾这个内心 因为早年的一些经历 可能现在已经发生了一种逆转 之前她是豪志千金 卫薄红颜一笑 想一想一个安全员的工作 一个月也就一万多块钱 但是买起两三万的项链 戒指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是真的不在乎吗 我觉得男嘉宾是在乎的 如果不在乎的话就不会提起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 绝对不能表现出 一丝一毫对物质的要求 如果女生一坐下来就说 你又没有房子 你又没有车 你什么时候买 可能男嘉宾就会当场暴走 哈喽 张先生您好 你好 为什么会放弃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而选择去创业呢 最主要还是人嘛 这个东西我觉得年轻 趁年轻有自己的想法 就有梦想嘛 就想走得更高一点 那现在罗华会不会 就是说你对女孩子这方面 会有金钱上的一些要求 比如女孩子希望你 给她买个什么礼物啊 你会拒绝这种 不是很苛刻那种 我觉得这个买个小礼物 我觉得还是应当 那你对女孩子外在方面 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这方面其实我对外貌 其实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的还是看 有一颗重要的 有一颗真诚的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确定你不外貌协会 对对对 张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 要找一个善良温柔 而且不务之地女孩 根据她的要求 我们为她物色到了一个 甜美持家的女孩 王小姐 大家好 我叫王仪 今年23岁 我现在从实际工作室 托官老师 都是主要是 给我二人不过呀 那些 然后我今天来发人游戏 都是想找一个 合适的男朋友 本期交友女嘉宾 王毅23岁 身高1米62 托官老师 婚姻状况未婚 我是17年7月毕业的 我刚开始是住的 第一个工作室 小手 然后后面都是住的 托官老师 住托官老师之后 我的时间都很充分 但是一般休息的时候 我都是在的屋头 然后写下钢笔子 然后看下电影 追下剧那些 我的性格是比较满热的那种 对刚开始认识的朋友的话 可能不是 黑暑不会刷得黑暗来 一旦熟悉了 我都心里应该都会 黑暗活泼的那种 跟那个都黑暑得来 然后不会怪力怪气的那种 然后假如我跟别人 说朋友的话 我还是多三接任意的 然后我会以我的角度 然后站在南方的那边 来考虑他很多问题 因为现在南方的 也很不容易 我的上一段感情都是 我和当时的他是一滴脸 然后而且我们双方的父母 也不是黑暂成 然后都黑遗憾 都分开了 我希望我以后的另一半 都是那种黑时辰 然后对人很真诚的那种 对我希望他不要像风一样的 那种男儿 只有方向没得中心 然后我是一个 很缺乏安全感的女儿 她可以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然后我会有同等的爱 回馈给她 今天是在190后 然后比较有话题 对于物资方面 我不会要求男娃儿 给我卖脸啊那样 但是我觉得男娃儿 如果想要关上结婚的话 都最基本要有房 可以给我一个稳定的家 我们女嘉宾真的是 很青春靓丽啊 那么漂亮 在现实生活中 应该有很多男孩子 追求你吧 没有 因为接触的男生比较少 那你对于男孩子的物质方面 会不会很在意呢 在她的能力范围内 可以给我的 就给不了的话 我不会强求 那你是不是希望 就是男孩子 经常性地给你一些惊喜啊 买一些小礼物啊这种 就看她的心意吧 她有的话就可以给 没有的话就不用 我觉得浪漫这个东西 口一口无 还是实在的点比较好 王小姐善解人意 性格又好 而且在物质上 没有过高的要求 这很符合张先生的要求 见面后两人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哈喽 王小姐你好 哇 我来的 是不是像仙女一样 对 我感觉还是很柔性 女嘉宾 看你一直都不敢看女嘉宾 没有 感觉怎么样 第一印象 还可以吧 还是还可以吗 我觉得那么漂亮的一个美女 在你旁边 最主要还是下面沟通交流吧 我觉得 那女嘉宾觉得怎么样 男嘉宾 外在形象符合吗 还行 好吧 好不容易 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那我还是给二位 正式地介绍一下 那这位就是我们的 女嘉宾王小姐 那这位就是男嘉宾张先生 属于那种吧 是可爱心的 小巧玲珑那种 太熟了 然后感觉有点营养不良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有一点心动的感觉吧 都是感觉他的情商爱 不是很高的 主要多强 我们刚开始第一次见面 主持人 我们他对我的印象 两个人 他都是说 还可以吧 我应该给自己打分十分吧 没什么问题 还是要后面了解一下了 才能下结论 初次见面 男嘉宾对女嘉宾很是有好感 但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 并不是很满意 那么两人接下来的聊天 会不会增加对彼此的好印象呢 你好 女嘉宾 我叫张李 今年29岁 身高1米73 然后现在从事的职业是 自己创业 然后月收入的话 现在是8000左右 我叫王毅 今年23岁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 托官老师 就是辅导小孩子做作业 补习功课 查楼补缺这样子 然后月收入就在3000到4500这样子 因为我老家是湖南永州的 后面的一个打算的话 肯定会在重庆这边安居吧 就是说后期 就想在这边买房子啊 结婚在这边定居下来 那你打算多久买呢 近期肯定没那么快 肯定在一两年吧 这方面你有没有那个呢 我吗 对对对 你能接受吧这方面 还行 那现在呢 我们的男女嘉宾正在聊天 那也希望他们的聊天 能够顺利地进行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课 冬天课 气喘凶们 用虫草清肺胶囊 有什么你问我 我都可以回答的 你有存款吗 存款吗 嗯 现在来说 不是很多吧 不是很多 那大概是 嗯 你对这方面有要求吗 我有要求的 对 因为你已经29岁了 嗯 女嘉宾一个关于存款的问题 揭开了埋藏在男嘉宾心里的一个伤疤 而她一旦是吐露实情 对女嘉宾将是一记猛料 有过一段经历 就是说年少无知吧 我过去犯个错误吧 人都会犯错误 我感觉就是说 我这个实话实说吧 跟你 什么错误 在西部航空公司 当时是航空安全 工作收入还是比较稳定 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嘛 但是也有就是说那种 然后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 就这样 那你的意思自己的钱给掏空了吗 可以可以这样理解吧 那那那那得用多少钱啊 10万左右吧 给我爸妈是盖了盖了一栋房子 对也是有一笔钱用到这里 追求女孩子花了十几万 那你父母知道吗 之前还是父母不知情的 后面的 不知情 那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不会给你一些建议啊 之类的吗 对还是 这个你还是说对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采纳呢 所以说又回到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听到 年少无知这个词 好的好的 那你知了他多久呢 一个月吧 一个月花了十几万 他是买了什么 不不不不是不是 交往的半年嘛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说起这段经历 最在乎的就是你给他花的钱 然后但是人家也为你付出了的呀 他觉得这个错完全在他前女友身上 觉得前女友把他钱给花了 他一直都在纠结这个点 然后老师说自己年少无知 这一点我很不能理解 今天的女嘉宾外形是相当温柔 可能而且很甜美的 应该说男嘉宾会喜欢他这个类型 但是两个人见面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交流当中 有一些矛盾点已经出现了 男嘉宾二十九岁了 没有存款 我觉得女嘉宾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非常欣赏她的态度 女生心里想 哇你过去这么豪爽啊 女生的感觉就是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理财方面 是非常没有计划的人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工作能力非常欠缺 以至于你的收入跟你的这个消费 一直都没有办法让你存下钱来 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女生产生一种感觉 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你的另一半你是怎么定义的 比如说你需要他物质上面来满足你 还是就说两个人一起奋斗 或者是真心疼你 照顾你一辈子才 如果年龄和我相仿的话 我是可以给他上进的机会的 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努力 然后如果年龄比我大一些的话 我就希望他自己能够已经经济独立了 到我三岁以上我就觉得大很多了 但是三十年活动 三十年活动 只要努力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站起来 年轻的时候追求女孩子 就大售大售的花钱 但现在想想确实是 真心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女孩 那如果你现在的女朋友 你会像对现在的女朋友 像对之前的女朋友那样好吗 刚才我也提到的 就是说我现在希望找一个 就是不物质的女孩 你说的不物质 是指的哪方面的不物质 就是说不是很现实那种 那你说的现实又是那种现实呢 我想请问真的 你说买房这种东西是很正常 或者买个小礼物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 如果说成为男女朋友的话 你希望我像之前那样对待你吗 或者是这样你觉得我会不会就赚钱 这种不容易或者很心疼 希望肯定是希望的 但是也得看你的经济实力吧 如果你处于困难期的话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话 我会心疼你 我会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就像能在家里吃饭 就绝对不会到外面吃饭的这种 但是女孩子的话 就会有那种比较心理 你看你愿意为你的前女友 半年内花十几万是吧 然后凭什么 我现在就得跟你一起结衣缩食 假如说我是你现女 你觉得这样子会对得起我吗 你觉得我是不是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呢 女生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逆反心理 可能她原来并不物质 可是一提到过去的她是这样 然后现在的她又是那样 那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一个条件不够好 然后对我又不够大方的男人在一起 她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可能都会觉得我不平衡 凭什么呀 努力在这半年或者一年之间 对吧 如果说我挣了更多的钱 我愿意加倍地疼你 爱你 你知道女孩子她如果 就很懂事 愿意那种 什么都为你想 那肯定前妻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 真的 可能一开始就接受 我的男朋友一无所有 然后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就接纳她 什么都接纳她 什么都追随她 跟着她的脚步走 我觉得这个 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想确定地问一下 你是不是那种愿意跟我同甘共苦一起走下去呢 我是可以陪我的男朋友同甘共苦的 但是首先我得认定这个人 我认为她值不值得 然后还有我得看到希望 没有希望的话我是不愿意的 说真的我是女嘉宾我都会觉得很懵圈 为什么呀一上来就要我吃苦 凭什么呢 你有没有什么亮点拿给我看一下 让我觉得 这个柱我是值得下的 你身上真的是有闪光点 你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我愿意陪着你去 等待这个闪光点的爆发 这个展示的顺序 应该是我现在做了哪些准备 然后前面有个坑 但是我们跳下去没关系 我总有一天会让你从里面爬上来 而且这个状态还会非常好 女生听到这个过程以后 她会觉得也没有关系啊 我是看到了这个事情的可能性的 这样的展示才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心 你这个人值不值得 我去赔礼同甘贡口 现在刚才问题 男嘉宾怎么能打消女嘉宾的 一系列顾虑 给她吃颗定心丸呢 球线第一点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吃苦 通过这些存钱啊 后面就是说买房 男子这就是我进去一个小小的规划目标吧 我了解了 她没有一个像29岁的男孩子该有的成熟 该有的谈吐 女嘉宾还是比较真诚 也比较坦诚吧 每个女孩子她心里都会有一个对比度 那她曾经呢 她愿意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为她的前女友 但是轮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她的一切从零开始一起艰苦奋斗跟她 而且她还要求女孩子不能太物质不能太现实 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做到 当时女孩子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在乎 就在于这一个点她曾经就很大方啊 不要拿我的过去去 现在来就是说当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真心不希望是这样 我这个人不提倡铺张浪费 但是突然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话 那种反差太大 解约到抠门的那种的话 就很难搞 有钱的时候 我觉得到时候反过来再弥补她 现在的情况是男嘉宾对女嘉宾心动 但女嘉宾介意男嘉宾过去的经历 这个尴尬的局面 只有主持人来化解一下了 我不善言辞 不擅长沟通 没有get到我的点 然后她就是总是纠结在她 纠结在她在意的那个点上回答问题 现在的话就是让你和她一起 节衣缩食去奋斗 你好像心里边不太舒服是吗 对啊 换做其他女孩的话也会不舒服的 因为对比差太大了 你看你跟前女友买食品 半年内花十几万 你到我这来跟我说 你不能太物质不能太现实 这样子换做任何一个女孩都不能接受的 虽然我现在是刚出学校不久 我没有那么物质 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落差太大了 那可能是因为她现在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的确啊也不是特别好 她也很难提供给你就是说半年花十多万的这么一个经济条件吧 就因为我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任何一处的光亮点的那种 那要不然这样我去单独的问一下男嘉宾 然后看一下她到底能不能够把她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 让你能够在她的身上看到亮光看到希望 可以啊 好以前的过往也好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单可不提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让女孩子陪你同甘共苦 首先你得是一个潜力股吧 就是要让她在你的身上看到希望 就你现在没有给到她那个希望 而你要求这个女孩子啊 第一天和你相亲 然后就要和你走下去 我觉得你换做任何一个女孩子 她在没有看见你的亮光点的时候 她都不会说和你在一起的 除非是你们以前有过感情的铺垫 因为我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说有自信 再一个就是说很吃苦 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大的亮点吧 我觉得 那你说到你的自信是来源于哪里 就是男人的那种勇气吧 你是相信自己创业一定能够成功吗 对吧 很肯定吧 很肯定 对 我就属于那种暖男型的吧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暖男也可以展现出来啊 接下来还是看我表现吧 好 看你的表现了 现在我给你两个考验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现在就即兴发挥给我讲一个段子吧 来 来段什么 段子 对 段子 我让他讲段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创业 需要跟其他人打交道 然后可以展现他的那种活跃气氛的能力 还有就是他的口才怎么样 第一个考验就把男嘉宾给拦住了 男嘉宾不善表达也没有幽默续胞 要他讲一个段子我们都捏把汗 从前有一个就是说两夫妻 然后他是住在北京 然后就是说养了很多很多小鸡 但母鸡蛋好下蛋了 然后就是说叫他把鸡蛋送到那个上海去 他说我不知道你送鸡蛋你怎么给牛打下来 但是我刚才碰到三只牛就是在那里就是说 有打着我去劝他们 然后就这样被他说你傻吗 然后他就做火车嘛 然后出去之后 结果去送的时候是 他说你去劝 这样他能听得懂吗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讲的就是说 你已经剪完了吗 没听懂吗 给我讲了预言故事还是 就是是一个预言故事 不是我想要的是段子 不是预言故事 你是想要一段搞笑的话对吧 不合格 因为我让你讲段子 首先你不给我讲段子 你给我讲预言故事 还要跟我说这个故事 告诉了我什么道理 那我想要的你都给不了我 这是最基本的 看第一个考验没有通过 那我就讲出我的第二个考验吧 好的好的 那现在我们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以任何的方式去赚取十块钱 赚取十块钱 对赚十块钱 不能自己掏药包 那你准备好了吗 好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们要计时了 行动吧 考验一下他能不能吃苦赖劳 然后被别人拒绝之后的反应 然后会不会临阵逃脱之类的 这第二个考验也不简单 但对于要创业的男嘉宾来说 这个考验又显得恰如其分 他会怎么完成这个考验 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女嘉宾是给男嘉宾 抛出了一个命题 那男嘉宾究竟会如何去完成呢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冲草清肺胶囊队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 气喘凶闷 用冲草清肺胶囊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兼职吧 去跟一个老板 就比如说一个超市去收下我去 兼职几分钟赚十块钱吧 那你就赶紧去吧 抓紧时间 也许有些老板 还不一定会接纳你的 我在这里给你兼职 不要想你们这里有那个 就是说客人要需要断菜的话 我这里给你兼职一下 我想赚十块钱 我现在要完成一个任务 进入到第一家店遭遇到了拒绝 还是会选择放弃 还是继续呢 阿姨你好 我是那位发生有请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老板 知道不知道吗 第二家店也碰壁了 我很庆幸运她去了第二家店继续尝试 如果她没有去第二家店 然后我就认为我可以直接把她给pass掉了 你好美女 请问是老板吗 你是老板吗 不好意思打扰 我是这样 我现在在参加一个这个凡人游戏节目 那女嘉宾她是就是说为了想看到我的真心嘛 就是说让我现在半个小时内赚十块钱 然后我就想在你们 对 我就想在你们这里就帮你们兼职一下 我就把多多盘子就说什么 好说歹说 终于在第三家店争取到了这个打短工的好机会 那你嘉宾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男嘉宾真的很老实地在收拾盘子 一点没有要耍滑头的意思 突然在她心中冒出的一个想法 她要超额完成这个任务 我就想多赚一点 就是说这个钱 多赚一点 多赚一点 就是说我给你洗盘子都可以 这些我都可以做 就看你 就看你 十块钱之类我能接受 操作了还是有一点小难度 洗很多我都没事 你给十块钱 给二十块钱也可以 给三十块钱都可以 反正你看了半个东西 给她买个小礼物 不管钱重不重要多少 那个 那您先洗嘛 先做完再说好不好 好的 谢谢 男嘉宾提出了要增加劳动量 洗盘子 再多赚一点为女嘉宾买个礼物 女店主会成全她的这个心意们 你们平时就是给普通的终点工 大概是给多少钱呢 我们一个小时是十五块 十五块钱 对对对 那你觉得开始 我们那位男嘉宾怎么样吗 她做事这些 还是挺勤奋的 女嘉宾呢 就想看一下她以后创业怎么样 半个小时赚十块钱 这样一个小小的考验 我觉得男嘉宾还是挺靠谱的 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 因为她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然后呢 就第一次过来做 十分可以给她打个八分 很不错 很优秀 你谢谢你给她这个机会 老板一个小时给十五块 而另一边 女嘉宾又规定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男嘉宾想赚得更多的这个想法 会实现吗 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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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lounge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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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计其数的碗终于是洗完了 男嘉宾的一双手也是被泡得发白 相信这是他这辈子洗得最多的一次碗 这样的记忆应该是永远难忘了 很忙很多的盘子需要他去洗 然后这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有坚持过 也是去饭店洗盘子那种艰辛度 然后我可以很切身地体会 完成任务是完成的总共是五框 这一框 二框 三框 四框 五框 走的来说这个体会的话 我觉得一个字 爽 刚才那个任务完成了 我希望你去验收一下吧 杯子那些都给我摆放得很整齐 非常好 非常好 您从今天到现在一共是34分钟 我们是做生意的 所以说我对这个把控的比较那个一点 然后就给您十块钱的工钱 你看可以吗 好的好的 谢谢吧 哇哇哇哇继续加油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继续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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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打擾了 感觉拿到这个钱是什么样的新奇呢 没有更多的体会 我觉得爽 很爽 是吗 因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所获的这个钱 下我的新衣的对象报告吧 先去报告一声 最终老板还是只给了十块钱 男嘉宾增加的工作量的目的是为了多赚一点 但最终还是只拿到了十块钱 而且超过了规定时间 但他并没有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他的风度 只是女嘉宾在那里 他的考验通过了吗 一个小时了 确实是超时了 超时了 对 两个小时吧 我一样是带着十块钱回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时间确实是也稍微 确实也不好意思让你求等了 这个全部的 最主要我还是希望你 真正能够看到我的真心 他自己是希望能够超额完成 然后后来就去洗碗 因为碗太多了 洗了几大框 所以就超时间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男嘉宾 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 然后包括每一个碗 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也有做过兼职 就是在饭店 然后帮老板洗盘子 然后每天就大量的盘子 你慢一点的话 就会被老板说 所以辛苦了 那看来女嘉宾有过类似的经历 应该能够更去理解 我们的男嘉宾 对可以更贴身的体会 这段经历会让你以后创业更成功的 那我预祝你创业成功 那其实成功了以后 还要感谢这位人生导师啊 那男嘉宾你现在赚到了 你的第一桶金十块钱 你接下来想怎么支配他呢 我再考虑一下吧 去干什么有大体的方向嘛 我还是一样思考一下吧 再给你答复好吧 OK 那你对男嘉宾的印象分有没有增加呢 会增加一点的 那现在是多少分呢 可以透露一下吧 那总分是多少呢 一百分 十分吧 你是说增加了十分还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十分 目前为止十分 一百分你只给他十分啊 对 因为我觉得他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很大 一开始最初的分数是多少 零分 天哪 我就是看到游喜啊 有史以来最低的分数 零分都给出来了 费尽心力赚到这十块钱的血汗钱 那么女生会感动吗 可能有的女生会感动 觉得哇 为了我真的是这么辛苦的活都要干 但是我觉得女嘉宾不是那种类型的女生 从她那个对男生的存款有要求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孩 她肯定希望男嘉宾在这个环节展示的是 用巧劲 用智慧去换取这十块钱 而不是说用一种 我们最不用动脑筋 就想着 我赶紧去洗个盘子去换钱 这可能很多人都会 第一个直线思维会想到这个问题 那么男嘉宾就是这样做的 女嘉宾这里 她能够交得了差吗 欢迎游喜 我们等你 只要我更努力 我相信肯定会一下上升到九十一百 升级一百以上 有可能会吗 一切皆有可能就看她自己怎么做 具体的行动 给她的打分是十分 其实并不止十分 就是不想打得太高了 然后怕她骄傲 因为觉得她可以成长得更好更快 男嘉宾啊男嘉宾 通往女嘉宾心里的路 可能比创业这条路还要艰辛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打动女嘉宾呢 这十块钱怎么处置很关键 男嘉宾准备把这十块钱怎么打算 是给她一个惊喜 然后她不是喜欢那个宠物吗 我就准备给她买一个宠物吧 宠物 你是说的真的宠物 还是说宠物娃娃 宠物娃娃 她能用十块钱 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然后我就觉得 她辛苦的这一个小时没有白费 而不是说用十块钱来 马上就给我买一点点东西啊 然后而且这十块钱 也不能满足什么对吧 她的意思呢就是说 希望你把钱留着是钱生钱 我不知道听到她说了以后 你现在又怎么想的 虽然说女嘉宾提出这个观点 我觉得还是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吧 好 那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男嘉宾坚持要去给她买个玩偶当礼物 是因为之前有一段小插曲 娃娃掉到地上了 来给我帮你洗一下吧 没有 没有 谢谢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啊 对 我喜欢这些小玩偶 年龄越大少女心就会越强 因为知道女嘉宾很喜欢这些玩偶 而之前那个玩偶也弄脏了 所以男嘉宾才坚持想给女嘉宾 买个新的送给她 这些玩偶每一个都不止十块钱 最终男嘉宾还要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 那这样的一意孤行 能不能让女嘉宾感动呢 女嘉宾你好 你考验我就是说我赚了这十块钱准备怎么花 之前给你回答的时候我说我考虑一下 其实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宠物娃娃嘛 我买了一只兔子 因为我觉得就像你一样 可爱 比较漂亮 谢谢你的心意 很可爱 但是这个十块钱能买到吗 也是表达我的真诚给我的心意 希望你收下 谢谢你用你的汗水赚你的钱送我礼物 其次呢就是这个娃娃十块钱买不到对吧 对对对 对然后让你破费了 其实我希望你这个十块钱你可以自己拿去创造更大的价值的 我希望这十块钱花在我的身上 可能你会认为我很感动 但是我认为你这你辛苦了一个小时赚来的十块钱 可以去利用他钱生钱 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其实很感动 我感觉我好像一下拥抱了这个全世界 我感觉 所以说很幸福 我感觉听到 特别是刚才你很真诚的也是 现在面对面看着我这样说 那我当时也是把你的一个意见告诉到他的 就你是希望是钱生钱 但是他的话还是一定要去买这个礼物可见 他也是对你的一番心意吧 我有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在他嘀咕的时候 有些感动不提倡 请保持理智 对就是这样子 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礼物不够贵重呢 没有觉得不够贵重 然后其实这个娃娃已经超出了他赚的钱 都几倍了吧应该 然后我就是觉得 他现在赚这十块钱很辛苦 然后我觉得他可以拿十块钱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而不是拿十块钱来讨我的唤心 因为在这种阶段 我觉得他应该保持理智 我觉得这种表白方式其实很危险 你会让女嘉宾又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跟过去的你没有任何区别 你认为打动一个女孩子的芳心 仍然是亲其所有的这一套 那么表面上看我们会很感动 可是如果跟你一旦成为夫妻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想到一种场景 以后你在遇到人生的一些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也都是亲其所有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跟你在一起的安全感何在呢 你会后悔你当时的决定吗 其实我不后悔 其实没达到目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 我想最后唱一首歌给你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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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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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今天真的很努力 然后有会用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打动到我 因为你今天做的事情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做了 你只做了一个小时 而我做了一两个月 然后每天都会这样 我还要上学 你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年轻人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让自己一路走到黑吧 对 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从李宗盛身上还是看到了那种不平凡 李宗盛给我很多建议 在我以后学习中有了更好的方向 最后也希望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吧 谢谢 那今天呢 虽然说我们没有成功 但是以后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嘛 那我们也希望你越来越好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年轻人 好吗 谢谢 我相信自己接下来会做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呢 也是非常的娇小可爱啊 那其实虽然说年纪小 但是人家还是很有思想的 那我觉得在这里呢 你也可以给自己打打广告怎么样 有喜欢我的男生可以联系我 但是要求你们都知道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男女嘉宾遗憾地没有 牵手成功 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 看到我内心有非常多的感慨 首先是我们的女嘉宾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是很有智慧的 她觉得你作为一个29岁的人 你比我年长6岁 但是这些洗盘子赚钱的手段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都已经去做过了 我都已经会了 那么你没有超越我 你在智慧上是无法征服我的 我觉得男嘉宾是消费能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这个挣钱能力 所以才会想到我要辞职 我要出去创业 但是创业就一定能够达到那种 满足你消费能力的水平吗 我觉得不是的 一个人是否能够创业成功 不是取决于你的决心和勇气 而是取决于智慧 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一定不要好高骛远 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 还有一点 友情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后再遇到女生 不要再提你那段过去了 任何一个女人听到过去这些经历 心里都会不舒服 都会不平衡 都会觉得凭什么 我为什么是那个吃苦的人 所以过去这段经历 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 不要再拿出来讲了 好吗 反正有起相亲节目 我觉得再一次唤醒了我 我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十块钱是他人生的一个起点 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创业的路上可以顺顺当当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虫草清肥胶囊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冬天可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肥胶囊